Hello 終於不用戴頭褲了 因為我的音終於長了 可以分隔了 上條法國的影片其實我就說了 為什麼我會覺得法國人真的做得很男女平等 而且我覺得他們甚至是女孩子 在法國是比較優秀的 他們會當女孩子放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他們會將女性這件事有一點點 我覺得是worship 舉個例子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在大學裡面 其實男女廁有些是混合的 有好幾個廁所都是男女廁共用的 即是你會進去廁所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排尿兜在一邊 然後你會看到一些男人在那裏 然後有很多的廁隔 那些女人就會去廁隔 去廁所 那如果男人要去開戴的時候 他們都會去排廁隔 有時候如果我前面那個是一個男人 那他看到我在排他後面 等著廁隔 他都會讓我先讓我用 所以每一次你去完廁所出來洗手 或者你等廁隔的時候 其實男人都會在你周邊的 有些人就會問 你男女廁合在一起 那不就很危險 那些男人是不是很容易 非禮女生 或者偷拍 或者偷看女生去廁所 其實也不會 我想可能他們因為 從小到大都習慣了 有時候要跟女生一起去廁所 而且很多時候 那些男生同學都會讓我去廁所 或者他們會看到女生在排隊的話 他們一定會讓女生先去 那他們自己做最後的那個 那第二樣 我覺得法國男人都很疼愛女人的原因 就是很多時候 我是去坐地鐵的時候 那其實法國 尤其是里昂的地鐵 其實是很少的位 多數位都是站的 那有好幾次 突然間坐在我旁邊的男人 那我當時站在那裡 那他突然站起來 他就肆意叫我坐 那一刻就有點驚訝 那我就不坐的 我就問他 Pokoua 就是為什麼 那他就告訴我 Pokoua 就是為什麼 就是你是一個女生 所以我就讓你坐 但我最欣賞他們的地方 其實就是他們做完那麼多事情 譬如他們讓你坐位 或者是先去廁所 他們做完之後 不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們已經是習慣了會讓女生 所以與其說是男女平等 我不如說其實法國人 是特別對女人是好的 所以當我回來香港 有時候看到地鐵裡面 是一群男人 一群都是男人 坐在那裡 然後站在那裡 有婦孺 有婆婆 有普通女生 那些女人是站的 但是那些男人 他們不會覺得 我們要讓女人坐 或者我們要讓其他人坐 他們沒有這樣的意識 還是概念 我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 都挺大的反差 同時有一件事 我是覺得是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 只是這件事 法國人已經是打贏了很多華人的男生 就是很多時候 我覺得很多中國男人 太喜歡明刀明槍 這樣去看著女人的身形 譬如很多時候去街逛街 他們真的可以對眼看著你的胸 是看很久 對眼都是不走的 或者是吊著你尾 這樣去看你的腳 看你的屁股 我不是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普遍的歐洲人 或者法國人 都是不會這樣做 這件事其實是很無禮貌 我覺得不尊重一個女人 但你們放心 在法國就算這個男人多好色 多想抓你上床 也好 他都不會這樣去看著你的胸 看著你的下半身 或者在街上 好像在街上 好像在你那個人 跟著你走 或者特意撞你的胸 我在法國住了這麼多年 從來都沒試過有一個男人 是會借一些衣服撞我 去抽水 撞油 但在香港 這些事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發生 譬如有時候我去跑步 明明有很多條連結 總是不知道 已經沒什麼人跑步了 總是有些男人要撞你 撞你油 抽你水 但我都發覺男人 就算他多想撞你 他們都不會做這麼低狀的事情 我這樣說 就算一個男人對你多有興趣 他都不會借一些衣服撞你的胸 或者是不知怎樣去抽你水 撞你油 他們的方法通常是 令到女人覺得他們有魅力 然後去吸引你過來 就很少可明知道你對他沒有興趣 而且是要撞你油 但當然 當你跟法國男人交往下去 又會發覺有其他的問題 是跟中國男人比 又會很不同 但是總括來說 他們的manner 就是表面的行為 或者他們平時代人質問 處事的態度 其實真的對女人是十分之好 一說到這題目 我十分之長氣 那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